折獎的是 欸 你就知道要幹嘛 恭喜 從一句日常口頭餐 變成頻道名稱 再作用百萬訂閱的熱門頻道 欸 你就知道要幹嘛 創辦人Ariel跟他的團隊們 表面也順暗跟弟弟一起經營 把國內外的旅遊攻略 跟更多好朋友們分享 我們來發表一下折獎感言 哇 我有準備那個講導 然後我先看有多長 沒有沒有 很短很短 好 就是 就是 借大家喜歡我們很難想像 在不久之前 我們是一個很普通的上班族 然後我們的頻道一開始 只是常常約大家出去玩 但是經營到現在 我發現 當我問起說 欸 你就知道要幹嘛的時候 其實那種感覺是想把身邊的 家人跟朋友 或者是我們愛的人 拉在一起 然後希望可以 大家可以常常把時間 花在你們出來的身上 對 那也謝謝VOGUE 跟謝謝每個投票給我們的人 得獎是一瞬間的事情 但是生活是每一天的 所以希望接下來 我們有更多的機會 用創作去鬥笑觀眾 跟感受觀眾 然後並且讓人看一看 每個人都可以找到 像家一樣的感覺 出發出來的 進行 出發 by bwd6